2023年3月6日,大脚星人理事会,太阳要班,太阳风暴和太阳活动,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,一者,扬声传导。 大家好,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你们联系,我们已经注意到最近地球上来自太阳的能量激增,我们确实希望你们认识到,太阳活动有时是你们作为一个集体在那里提供的震动的反应,有时是太阳回应你们的帮助请求的管道。 你们与太阳有关系,就像你们与地球和灵魂有关系一样,这些随时了解你们的帮助者会对你们的情绪、意识水准、思想甚至行动产生巨大影响。 当你们有意识地接受他们的帮助时,你们就有能力成倍增长,你们将意识带到太阳系中前所未有的地方,地球知道这一点。 你们的太阳也知道,当然,你们的灵魂都希望有这样的经历,即通过首先深入到地球上的战壕中,来培养地球人类的意识,将所有的源头能量带到更高的意识水准。 因此,太阳所做的不仅仅是提供光、温暖或你们所有人种植食物的能力,你们一直沉浸在太阳的能量中,当你们敞开心扉接受它们时,你们就有了更多你们所需要的和你们所要求的。 你们不需要花费数小时的时间晒太阳,也不需要为了从空中朋友那里得到的东西中获益而凝视太阳。 但每天抽出一点时间让太阳的能量进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,给予感谢和赞赏总是一个好主意。 如果没有太阳,你们会在哪里?你们将如何在地球上生活呢?这是不可能的,所有的物质都充满了意识,所有的存有都有不同层次的意识。 你们需要开始把你们的太阳看作是一个存在,也是一个帮助者,因为这是太阳系灵魂的真实本性。 认识到,当你们意识到太阳要斑,太阳风暴和其他太阳活动,包括日食,你们就有机会更多的联系,更多的连接到这个为你们提供如此多的存在。 包括这些小提醒,你们总是有来自天上的帮助。 因此,我们不断地告诉你们,你们正在从我们那里得到帮助,从天狼星,从天琴座,从仙女座,从卯素星等等,而这个传递是一个小小的提醒,你们在天堂也有其他的帮助者。 记住,下一次你们感到孤独或感到绝望时,请记住,太阳总是闪闪发光的,当你们收到别人给你们的东西时,你们会让更多的东西被送来。 记住,除了你们的人类同胞之外,你们与很多其他人都有关系,并使用你们所获得的所有帮助,所有工具和你们所掌握的知识,因为你们在这一生中承担了很多,你们面临了很多挑战,你们将面临更多挑战,但你们永远不会独自面对任何挑战。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大家沟通。 2023年3月6日,天堂来信,让你们的意见成未敞开的大门,传导Glory-Owendrov,一辙,扬声传导。 上帝说,你们可以肯定你们是由我的完整组成的,你们无法确定的是,你们的每一个观点都来自我,无论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多么精通, 他的意见仍然是他的意见,不要固执己见,让你们的意见成为通向更大空间的大门。 你们不是你们的意见,无论有没有它们,你们都会存在,你们的意见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重要,无论如何,它们都是可变的。 意见是暂时的信念,信仰也不是那么坚定的东西,信仰不是永久的,除了你们,它们不存在。 信仰是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某种交汇点,信仰是由一个人或多个人持有的想法。 想法移动,它们不是高尚的人,你们今天所相信的不一定是你们明天所相信的,把你们的信念当作投票,你们今天投票给这个,明天投票给另一个。 一旦你们选择了一种管道,你们就不会认为这就是你们必须一直投票的管道,信仰没有任何预设,它们并不比任何其他想法更重要,它们有更多的衣服,仅此而已,它们可以用更大的声音或更大的字体来表达,我,上帝,与你们的信仰无关。 你们想要什么就相信我,或者你们想要多少就不相信我,我不是你们信仰的结果,你们的信仰不会影响我,如果一个房间灯火通明,那就是灯火通明。 如果你们的眼睛是闭着的,或者你们戴着眼罩,你们的盲目感知对光的流明没有任何影响,但它确实会改变你们的生活。 你们在黑暗中摸索得比在光明中摸索得多,但你们却在光明中,为什么浪费光呢? 对我的信仰不同于对我的认识,对我的了解不同于认识我,正如听到我的消息不同于与我见面一样。 有一句话叫做遇见你们的创造者,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,因为世界上都有这样的说法,但我邀请你们与我见面,借今天的机会与我见面。 你们所要做的只是考虑一下,我已经与你们见面了,停下来想一想,我是你们身边的一个存在,是你们周围的一个可爱的存在,然后你们会感觉到我进入了你们的内心。 你们会感觉到我的爱进入你们的内心,因为我就是这样来到你们身边的。 别担心,你们永远都不会有太多的我,不要觉得你们必须马上起床,转移自己对我的注意力。 我以你们能接受的部分来找你们。 如果你们在我的面前感到欣喜或流泪,那不是我压倒了你们,你们瞥了我一眼,就把自己淹没了。 但是,如果你们不知所措呢,最好被我压倒,而不是被你们所要做的一切压倒。 你们可能会想,当我坐在你们身边,搂着你们,把你们紧紧抱在我身边,在你们耳边滴雨。 记住,我是你们的,你们是我的,现在你们看到了信念和后天的知识与你们和我之间的关系有多小吗? 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变得更多,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变得更少。